戏剧不同于小说 它由剧本和演出两部分构成 是文学与艺术的融合 因此其流动性、可塑性往往很强 再加上杀剧的剧本本身 无以伦比的丰富性、多异性 和可塑性 使得四百年里面 李尔王的演出不断与时俱进 长眼长心 十七世纪的因果流行古典主义 受此影响 戏剧家内厄姆塔特 因此在他改编的李尔王中 安排了一个皆大欢喜的结局 李尔王恢复了清醒 他将王位善让给了团聚的一对恋人 埃德加和卡迪利亚 以此体现惩恶扬善的道德原则 在十九世纪初叶的浪漫主义时代 李尔王被演成充满激情的夸张剧 可怜无助的李尔 住着拐杖 盘山在狂风暴雨的布景中 大幅度的挥手做事 放声送读台词 他的愤怒 呼告 诅咒 疯狂 都被放大到了极点 在十九世纪中后期的现实主义时代 李尔王的演出与其他杀剧一样 迷恋于历史、考古和写实 剧情、人物和舞台背景 都力图从细节上忠实于原作 也正是从现实主义审美原则出发 俄国最伟大的文学家托尔斯海 向英国最伟大的文学家莎士比亚 发起了全面的攻击 在他的《论莎士比亚及其戏剧》 这篇《长文》当中 托尔斯泰尤其对李尔王进行了全盘的否定 他认为李尔王挫折时代 情节不合理 人物及其关系不真实 不是本护性格和事件的自然进程 而是抑造出来的 托尔斯泰举例说 李尔王没有任何的必要和理由退位 更没有理由听信两个大女儿的阿谕之词 和不信小女儿的真话 而这却成了他悲剧的全部根源 戏中的次要情节 格洛斯特和他的两个儿子的关系 同样是不自然的 他居然不经调查 就听信了四生子埃德蒙的鬼话 诅咒并驱逐了长子埃德加 格洛斯特被挖去双眼 遭到放逐之后 埃德加乔庄来到他的身边 他居然没有听出自己儿子的声音 而在相同的处境之下 他却能听声音认出李尔 同样肯特乔庄来到被放逐的李尔身边 李尔也没有把这个跟随他多年的大臣认出来 这些也都是作者任意的安排 是不合情理的 我们看到托尔赛用现实主义原子 要求莎士比亚 但他忘记了这种情形 跟杀剧中的化妆和时刃的惯例有关 是一种假定性在发挥作用 就像我们讲过的威尼斯商人当中 保西亚用三个匣子挑选丈夫一样 因为预先假定了选千匣子的人 才是理想的丈夫 选金匣子 银匣子的人不是 这是假定性所决定的 观众看李尔王 也必须首先认定 只要化了妆就能达到掩饰身份的效果 这是一个大家约定俗成的惯例 托尔赛以同样的理由指责李尔王中的人物语言 认为他千篇一律 娇柔造作 毫无节制 要毫无个性 此外 托尔赛还重视文学的道德教化作用 他也用这一标准批评李尔王 认为在结尾 让考迪利亚和李尔这两个好人惨死 不符合道德要求 他举出杀剧李尔王所依据的一名作者所写的李尔王 认为那部戏最后让法兰西国王战胜了两个姐姐的丈夫 考迪利亚没有惨死 他帮助李尔恢复了王位 这就体现了善胜恶败的道德原则 因此内部一名作者写的李尔王 比莎士比亚的李尔王不知道要高明多少 这是托尔赛的见解 托尔赛对李尔王的批评是如此的严厉 以致有学者就指出 说李尔王的霸道偏执昏溃的形象 真是托尔赛晚年状况的真实写照 触着了他的痛处 也难怪引得他大发雷体 我们不一定要同意托尔赛的意见 但是就可以重视他看问题的角度 引发我们对李尔王的丰富性的思考 二十世纪以来 沙平进入到了黄金时代 流派众多 百花齐放 李尔王的地位上升 甚至被认为是沙士比亚戏剧的顶峰 关于李尔王的评论 也丰富多彩 尤其引人注目的是在二十世纪五十到六十年代 随着存在主义思潮的兴起 黄诞派戏剧的出现 李尔王被理解成一部黄诞剧 并进行了相关的解读 例如波兰学者杨科特写的《李尔王最后一举》 比较了黄诞派戏剧作家贝内特的剧作《等待歌多》 和《最后一局》与沙士比亚李尔王的诗成关系 也反推了李尔王中表现的哲学意义上的真实 认为李尔王命运的断崖式下跌 他的疯癫 他在荒野中的呼告 充分展现了这个世界的全部的荒诞性 以及人的生存的荒诞性 最近数十年时间 沙士比亚戏剧的政治研究风潮兴起 涉及到沙士比亚众多戏剧中 有关王权的更迭兴奋 政治继承人的培养和挑选 以及全部作品对政治的隐喻 隐涉和关联 《李尔王》也成为这一研究的实验场 有学者就指出 《李尔王》的起点是挑选政治继承人的问题 《李尔王》给三个女儿设置的爱的审判 并非昏溃的表现 而是有非常明确的政治意图 但小女儿考的李尔不仅使这个意图落空 更显示出她自身的政治幼稚 无法担负国家命运 这个悲剧显示政治继承人的培养问题 攸关国家的生死存亡 总之 作为四大悲剧之一的《李尔王》 意韵丰厚 具有无限阐释的空间 是说不尽的 而这正是她生命力之所在 显示了经典的永恒魅力 这次是《李尔王》的声音力之所在